齐舞吧齐舞 由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 欢乐鼓特约播出 哇 好帅啊 比那个视频上帅啊 你们好 你们好 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你很帅 谢谢 我们知道 乌克兰的旗舞芭蕾舞台非常有名 你们几个以前来过中国吗 没有 坦白我们在中国第一次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我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《小夜夜之土》 夜之土 古典芭蕾还是现代芭蕾啊 这不算是一个新年级的 这不算是一个年级的 是一个好战子的 是一个名牌的 是个名牌的 是一个名牌的 某厅 是一个摩托的 哇 非常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轻哦 好轻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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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真的很吸引我说实话 我看完刚才这段有一种感觉是什么 你们每个人看的都很强壮 但是跳出来的芭蕾又很很飘很柔 其实这个是反差挺大的 你发现没有他们跳舞他们落地特别的轻啊 对 五个人跟五只猫一样 你们几个演员 平时你们在演出作品的比例上 古典芭蕾多呢还是现代芭蕾多呢 当然我们多下次 blood 继续可以跳舞 芭蕾 芭蕾 这些都是芭蕾 就是基辅芭蕾舞团 在国际芭蕾舞团当中 跳古典芭蕾是全世界有名的 所以他们今天选择了一个现代舞 对 因为我是现代舞编舞 所以我看他们做现代舞 他们的地面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战力的动作 跳力的动作比较多 在空中非常的漂亮 那就说明他们在演出的比例上 可能是还是古典芭蕾舞偏重一点点 那是真的 这样 我告诉你 这五个小伙子如果跳古典芭蕾的话 会比刚才更漂亮 我也想看 对对对 我也想看 我想看 我想看 对 我想看 是的 对 我想看 那么 我是 那么 插 插 这 轻盈极了 我喜欢这个 为什么不选这个跳 我喜欢这个 比跳现代巴的数 更加可能更加自信 更加漂亮 他们只跳芭蕾 还说有会跳别的舞种吗 女性的舞蹈 我们也很流行 来来来 我小时候也学过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叫做豁龙豆汁 豁龙豆汁 哦 脚豆汁呢 脚豆汁呢 豁龙豆汁 刚才我看你们的舞蹈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 每个个人的品项品质都很好 但是因为是个起舞的舞台 就群舞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多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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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伙子们很真诚 但是他们整个舞蹈啊 各个方面稍微弱了一点点 我觉得他们这次应该先用5.8了 后期再慢慢地做一些别的融合 会好一点 经过这么长时间一个芭蕾的训练 就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反而并没有显得它好 就算它转 它也得至少得转开吧 没有达到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芭蕾就是非常的基础客的东西 它的竞技性就很弱 肢体啊 包括张力啊 舞蹈编排啊 整体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有点偏柔 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 最突出的一段吧